字幕作曲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的梅菜蒸肉餅 大家在買梅菜的時候會知道 梅菜其實會分甜梅菜和鹹梅菜 我這次在用的就是甜梅菜來蒸肉餅 吃下去甜甜的,挺好吃的 首先第一件事是清潔豬肉 今次我會用一個梅頭肉來做 豬肉和瘦肉的比例是3比7 就是3成肥肉,7成瘦肉 這個比例做出來是肥瘦色中剛剛好 現在會清洗梅菜 梅菜買到回來,其實它會醃了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會比較乾 洗的時間要打開葉,洗乾淨的裏面 不會有些髒東西藏在裏面 當它洗完之後就要用水浸 準備一些水,浸大概15分鐘 浸到軟身一點,然後才用來溶 接著會準備一些肉餅 首先先把豬皮切開 豬皮不要 拖一刀,割開它,就可以整塊豬皮炆出來 接著會把豬肉切粒 切成一粒一粒 方便一會兒切肉餅 如果要切肉餅就比較容易 要不然就會很難才能切到 現在將它全部切成一粒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步驟 然後把肉餅切成一粒 然後把豬肉餅切成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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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小顆 慢慢把豬肉切成小顆 慢慢把豬肉切成小顆 現在的肥肉先放在旁邊 稍後先把它拌下去一齊剁 究竟剁多久呢?大約剁的過程約10分鐘左右 剁到差不多了,可以把肥肉拌在一起 一齊剁勻 現在可以看到白色脂肪的部分 不是全部都弄得那麼碎 現在就差不多了 接著可以準備梅菜 梅菜浸好之後就要把它渣乾水 要渣乾一點,就像這樣 接著會拿去切粒 切的大小就隨自己喜歡 通常我會切粗少少 切好之後就可以先放在一邊 好像已經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要準備蔥粒 那些蔥粒是煮好的肉餅之後 最後放上面 大約三至四條 切成一粒就可以了 就像現在這樣 現在這些豬肉會加些味料 加半茶匙的鹽 少少的胡椒粉 少少少的韶酒 少少的韶酒 然後就是糖 1茶匙的糖 1茶匙的糖 我現在加這隻是黑糖 1茶匙的糖 然後再加少少豉油 少少的生抽 不用加太多了 調味道 然後再加些麻油 少少的麻油 加完之後呢 再加些水 約2湯匙的水 把調味料全部拌均勻 盡量拌均勻 先拌均勻 將它拌好之後呢 再加些生粉 大約半茶匙的生粉 生粉 不要加太多 如果加太多會很黏 然後將它拌均勻 攪拌均勻 可以用手幫一幫手 然後將它拌均勻 然後現在可以加些梅菜 這樣一次過全部加進去 然後再將全部肉餅拌均勻 大家有時候 怕用手 怎樣生豬肉 其實可以用手套 去做這個過程 這樣也會乾淨一點 但我自己通常就怕麻煩 所以會直接用手去做 就像現在這樣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用手 將它拌均勻 最後將肉餅壓扁 然後就可以拿去蒸 盡量建議大家 壓扁的時間 就要壓扁少少 如果太厚 很難會蒸得熟 可能要久一點 或者有時候蒸不熟 所以盡量壓平少少 這樣就容易煮 現在熬滾了 這樣就可以直接把肉餅放進去 大約蒸15分鐘 等一下蒸完之後 可以用筷子調一下 看看它裡面的肉熟不熟 如果不熟的話 再蒸久一點 現在時間夠了 煮完之後就是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最後我會在上面加上 剛才切的蔥粒 加上這些蔥粒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直接灑上面 有時候可以加些油和豉油 會更加香 但我這次就沒有加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蔥粒用來送飯 是非常好吃的 通常我煮完出來之後 第一時間會被小朋友搶下來吃 但在這裡要給大家提示 大家買梅菜的時候 記得要分甜梅菜和鹹梅菜 買的時候千萬不要買錯了 要不然你煮出來的時候 買了鹹梅菜會非常鹹 就吃不到了 現在肉餅已經蒸熟了 做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讓大家看看 大家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得按鈴鐺 可以定時收到我的影片的訊息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把您收到我的影片 看到我的影片 我想考試看